就这样 嗯 好了 今天东西挺简单的 你们回去消化一下 谢谢卢丽姐 我们下次还能跟瑶瑶一起来学习吗 可以啊 随时欢迎 但是下次啊 不许再贷东西了 我们不好意思白听课 我朋友之前报过编程进修班 一节课要四百呢 我之前也确实听过 不光贵 而且还听不懂 卢丽姐 你讲的比那家老师通俗一懂多了 我们都有兴趣继续学 要不我们也给你交学费吧 这个提议不错 等我们把你推广出去 来拜师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到时候你家里肯定坐不下 干脆咱们直接办个兴趣班 还能赚钱 对啊 这个我得好好想想 你考虑考虑 搞不好咱们还能合伙创个业 我考虑一下 好 行了 就到这里了 好 卢老师 那我们走了 再见 卢老师 非常注意安全 走啦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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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二 那座 我没有请你进来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回来吗 不想知道 我昨晚连夜飞回新海处理完工作 又立刻飞回来 我现在真的已经很累了 我能在这儿休息一下吗 你可以去陆总家 就在楼上 你知道的 他们家没有人 你能给我倒杯水吗 喝完水就走 你去陆总家 这儿吗 你只是尽管 谢谢透露 这个人 是 十五万块钱 十五万块钱 直到新习近我的家 手好摸吗 喂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作为我的合作伙伴 跑到我的女婚家 睡觉不合适吧 我提醒你一下 我们还没离婚呢 我也提醒你一下 现在你们是分居关系 并且我女朋友 随时愿意去跟你离婚 所以你打算是当被胎是吗 不好意思了 兄弟 只能说 你当时拥有的时候 不好好珍惜 现在我和小师妹 是两情相悦 而且像我这么怜香蓄意的人 一定不会让她失望的 我再提醒你一次 她还是我的妻子 你离她远点 行 你离多远我就离多远 我们俩现在是情敌关系了 公平竞争没问题吧 好 那你可以走了 行 好 要走一起走 住我家 我住酒店 我家可以收费 走 我今天身上的这一套呢 是暗黑系的萝莉长裙 而且我这次选用的面料呢 也是特别有质感的 装上身一定非常好看 一定是可以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喜欢的宝宝可以抽下方的链接 对 对 猫猫 猫猫你怎么了 我家猫猫好像有点奇怪 她是不是怀孕了 对啊 她是怀孕了 不会要生了吧 她要生啊 怎么办啊 我没有接生过猫啊 猫 猫怀孕生小孩 是要去医院还是要在家里啊 喂 姑母 你别着急 我现在去接你和嬷嬷 哦 好好好 先不说了 拜拜 不用这么紧张 喝点热的 能不紧张吗 听说猫猫也会因为难产死掉的 不会的 我们送来很及时 有专业的医生在 这种概率很小的 你怎么刚好那么及时 还知道莫莫要生了 我在看你直播 每次都看 你监视我 怎么就监视你了 我这是关心你啊 难得看你这么不修蝙蝠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你我才这么着急 兽业 暗处就无法向你吃 我寽业 在哪里 这又不修蝙蝠的地方 刚出生的小猫很容易生病的 先让它们在这儿留几天 然后我们再带回去 你不会是想趁我不在 偷偷把它们带走吧 如果你继续和我绝交的话 我会考虑 跟你争夺小猫们的抚养权 不行 它们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那你看在它们的面子上 我们和好好不好 那你要保证 天琪和它的宝宝们 都是我的 当然 它们永远不会分开的 说好了 来个 这儿 我就先去 我们是 我们的 兄弟 当不是 我们要不在这儿 我们是不在这儿 我 是 咱们 我们是在这 置 我们是在这儿 我们是在这儿 我们是我们的 我们是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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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锅开了 赶紧吃吧 等会还得上班呢 你最近都瘦了 多吃点肉 女孩子应该多吃蔬菜 对皮肤好 吃火锅之前要喝点水 讲好心 刚刚是谁非要来吃火锅 刚刚是谁嫌弃鸳鸯锅的 还非要加麻加辣 我去个洗手间 我这顿饭可不是白请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无视现阴晴 喝吧 什么事